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去楼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早上第一宗要说一下香港入夜之后 真的很多这些事干 近来真的多了一些刀光剑影 甚至乎BBQ也有 是啊 痴痴地 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很想念2019年发生过的事 很多人也有新痕 过了疫情这么久 做了这么暗垮的事 我都觉得 这一宗又不知道究竟是江湖事件 还是追债的事件 近来好像这两样比较多 我们要数下而已 也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 过去曾经都帮忙 在抗争场面BBQ过 我们从他的服饰 这件事来说 和他的动作 和他的速度 和专业程度 都真是 好业余 业余之余 都令人 不免想起 那帮小伙子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先鸣谢车镜特警 发生在 其实 较早前 不过现在这段视频 才被公开 看看车镜的日子 应该是 上个月 即是10月26号 晚上接近10点 看到一个 黑衣年轻 他穿短褲 也算是 好彩啊 不是吧 他烧自己也算是好彩 这个小伙子 看他的身形 和格子 大家看了这段视频就知道了 应该都比较年轻的 他走到 他要目标BBQ的车里 很快就烧了 越烧越旺 他可能以为 那个停车场的 不露电视 或是怎样拍不到他 怎料刚巧 就是 在正他发生事故 我们现在看到车镜的位置 那个人 那个车 似乎他坐在车里 他还未熄时 所以他可能在车里 先锁一会儿手机 或是先处理一些东西 才走的时候 咦 看到这件事发生了 那就几大都看起来 是呀 有个傻子在做什么 他在放火 是呀 他 谁知道 怀疑他 走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那时候就不小心 就踩到自己 倒出来的白电油 然后 超低能 是呀 他有一些火 然后就烧了一点 去自己的脚 是呀 马上就变成了什么 哪渣还是红鞋仪 即是脚踏风火轮的那些 类似就是这样的 那些东西 神经的 不过他又真的很专业 经验咬业 他首先就立刻磨一下自己的脚 好像那些电影那么我看电影 我们看电影都说 或者是 踩踩踩踩踩 自己踩踩踩踩踩 脚踩踩踩踩踩踩踩刀 好像是整息了 好像是,然后拔足狂奔 这个挺有趣的 但他很专业,不妨再回头看看究竟是否足够 再淋多一点下去,让他继续烧得更加旺 幸好消防员很快来到都变息了 事情也没有说有什么人受伤 不过算是幸运了,如果车车变一声就连环大串销私家车大倍了 是啊,有几架了 是啊,很惨 我们看到目标的车,大家看不看画面 圆滚鹿蓝色的车,应该是家庭车 它除了外形是家庭车 圆滚鹿这一包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其实它里面应该藏了一个帐篷 帐篷 一打开,它会接到圆形 你一拔开,很快就弹开了大半个帐篷的形 然后不知怎样顶起它,基本上可以进去玩 这个很明显的家庭车 还有我们看到画面,即是这一幅图 右上角,类似有什么 Baby in car 还是什么小孩的车 那些贴纸 证明这个是,理论上就是家庭车 不知为何,地上有一个罐就是白电油 去码也挺大罐,很等本 哈哈哈哈,一罐都不便宜 那都要给一些成本 不过这些是违法行为 即是现在搞到去追债,或者去寻牛 都要搞到很多时候晚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是的,你这样用这些方法追,分分钟你债都追不到不得 还搞到自己一身危 对不对?追债呢,只能够透过一些合法途径 就没理由用这些违法途径来追 对不对?如果连合法途径都追不到的话 那你就只能够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对不对?债就不是这样追,只能这么说 你这样追,违法不得止 分分钟以后都追不到这笔债 再查一查,一定可以查到你的 这段视频,即是火烧旺地 大家可以上去我们的 《望向报》Facebook专页就会看到 你说连结在哪里?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段视频下面的资讯栏 就看到那个连结 大家自己不妨按上去看看 这个究竟像不像2019年的友仔 即是那种动态 即是一做了坏事之后 即是马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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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快一些 当然大家说 每个人做贼、做这些坏事都是这样的 心虚 其实2019年那些都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自己… 是的,每个人都是贼来的 在某个程度上 即是那种贼性 贼性难改 即是很离谱 那我们先说到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回去说一些真的性事 好吗? 好 就是了,有关于七人篮球赛 昨天好像最多人摆出来的照片 不是比赛的照片 那些人好像不是关心 究竟哪一队赢 哪一队打得如何 反而是看台上的更加精彩 是的 其实是这样的 七人篮球赛 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关心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看 籃球 香港人都不看 在整个场地都看得到 看台都坐不爆 其实都挺疏落 很多空腾 哈哈 不过 据官方的说法就是 这次的城市 举办得非常成功 不需要坐爆 最重要是气氛够热烈 够高涨 是的 那我们说一下花碎 哪里最多人去拍呢? 反而是看台来的嘉宾 很多人封传他们的照片 尤其是拍到高官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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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再说一说 我们首先说的高官 大家说 哇 这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他们不戴口罩 例如我们看到画面的黑白间调 监犯庄 卓永庆 还有 黄伟伦 两个 并非饮食时间 拍手 喝什么 吃什么 有饮 你看那里不是一杯 东西喝 是不是可乐 黑色的 不知道是不是可乐 还是一杯咖啡 黑啤 这个不知道 啤啤他 喂 两个干什么事 拍手 不是在喝 你说你拿着杯子 在附近 你拿着杯子 我还可以叫情有可原 拍掌 他也要放下杯子喝 对不对 可能就是这样 他喝完之后 放下杯子 接着要拍掌 这样就不可以 记者拍到 不行 不可以 这要跟着防疫 抗疫的规矩 放下杯子之后 你应该要戴口罩 接着才拍 你拍掌重要 还是防疫抗疫重要 有没有搞错 那些人在风喘 另一个 更糟糕 就是 邓炳强 邓局长 邓长 邓长 好高兴 你看 好朋友 夜饮呢 夜吃呢 可能放在椅底 你看这张照片拍不到 是不是这样 正在咬着 不如我告诉你 好吗 可能是 好 这样就太离谱了 而是这些人 哇 为什么 看到有些媒体 直接说他们 这些防疫政策 变得自行散工 你自己拆自己招牌 特事特办 没所谓 七人篮球再这么快乐 不怕的 如果你说特事特办 一开始 我们还记得 有一些 因为黄马 就不准进 进不了场 是啊 很无辜 那位游客 不过 都很好 懂得补飞 怎样补飞呢 就帮他们升级 因为其实 南非戴着黑色口罩 那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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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早几天来了 很可憐 那些 那些黄色媒体 大肆报道 就说香港搞七篮 这些 就赶客 做坏招牌 接着就補获 让他们升级 怎样升级呢 就是当他们的马转 之后 就给了他 VIP的包装 还有牛角包 火腿 啤酒 哇 看到 香肠好像还有 还有 接着 这个扮成Alan Walker 黑色口罩的人 又回到访问他 很惨 这些 就是媒体应该要做的事 就问他 那你 现在觉得怎么样 哇 很开心 下年 或者下次一定会再来 那下次 搞定 可能他自己升级 哇 这些 叫做VIP版 看到有些 明明不是坐包装 就是因为这些 叫做黄马的问题 就转到被他坐包装 啊 整个款 那些洋人 假装了富豪大老板 那些 周围向人家揮手 这些 可能是人生高峰 是不是 可能是 这么好的招呼 什么 这么好 不过就真的好 这个人懂得捉回他们 来找回他们 不如我们补票给你 不过呢 这些叫做特事特办 就得 就是 你说随罩 我就觉得 有少少 就是破了自己 一直以来 那些什么 紧守防疫抗疫政策 那些形象 哦 那 这个算了 总之 七人篮球赛 三年来 国际盛事来的 所有东西都特事特办 是不是 不怕的 不过 如果规矩做坏了 就会坏下去的 我觉得 特区政府 应该要给个解释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 不带走 是不是不带走的人 应该都拿回一张 稿票呢 哈哈哈 那种感觉不好 告不告票 就是一件事 就是 被人看到的 太差了 我们也要拍些乖乖的例子 例如像霍启刚 和其他朋友 大了 醒目 后面有两个人 后面几个人都没带 哈哈哈 还不断吹 我想霍启刚很害怕 因为家里的小孩多 是的 都是谨慎点好的 是的 就算 你说是确产的 好像我和台阳那样 备了几天 辛苦几天就不好笑 真的辛苦 你不知道小孩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体质都不同 是的 我四天 社长要七天 台阳要十天 几个人 体格差不多 年纪差不多 都有这样的分别 是的 大家都不同 大家都不同 可能大家严育的情况 又不同 万一霍启刚 惹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是个人选择 你喜欢紧慎的 就继续带 如果你觉得没什么 那就不带 其实社会 是不是可以倾向于这样 其实可以的 就是可以放松一下防疫措施 你的意思是 是的 即是直接 会不会接下来 是一个好的机会 因为刚才提到特事特办 这四个字 如果你给我是一些餐厅 酒吧 我会觉得难听过粗口 那为什么 刚刚的万圣节 你不让我特事特办 都很多外国人来到香港 那时候想顺便去南桂方玩一下 但他也觉得玩得不开心 那些不是国际性活动 对不对 七人冷革毫灾就不同了 全部都是西人 对不对 西人有特权 那种感觉是 比较差一点 对 看到邓局长 你说是保安局局长 对不对 这个位置有点 对 还有另一幅照片 就是连特首都有出席 特首都没有戴口罩 知道吗 对 特首呢 这个都很愉快 很愉快 很愉快 他拿着一杯酒 不过有一张拍摄 拍摄手 我拍摄手 没有戴罩 没有戴罩 他自己都很期待 晚上来 又是什么城市 香港回来 还没回来 到时我们自己去不同的 例如演唱会 又可以随罩看 还是怎样 都爽一点 对不对 未来有不少演唱会举办 这些演唱会全部都 应该可以特舍特办 对不对 希望可以 解除这个口罩令 可能大家就会轻松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始终也是觉得 你是担心的就会戴 就算 假设像社长那样 新西兰可以不用戴 但他自己都会继续戴 不理别人的目光 都会继续戴 因为始终也是怕再确诊 因为确诊的话 真的很麻烦 有些朋友 他在外国做医院那些 他也放在Facebook 直接写 哎呀 我也不知道确诊了多少次了 已经 又可以休息 他数不到 自己确诊了多少次新冠 因为他在医院 比较多的老人家 长者那些 他们自己写了 他们又不知道 可能有潜伏期 又会惹人 一些 他又写了 就算他戴着口罩做护士 也会有机会写 所以他自己写到麻木了 哎呀 又要放几天 不过 有病假给他申请 因为新冠 怎么回去呢 没办法 又可以放几天 不过就辛苦 李家超 可不可以改一改 他之前不是说什么 好生意啊 脱罩好啊 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的 不过这个要看 特区政府 在防疫措施上 会怎么处理 出现这些没有戴口罩的相片 其实就真的对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 有点以冲突 只能这么说 有冲突 我又不用说散工 连高官大家都不戴口罩 其他人又怎样呢 如果其他人因为不戴口罩而收告票 那就真的很不公平 对不对 那个感觉真的太差了 接着天北辰 解释一下 接着星期二就解释了 他去行会之前 应该会被人问 很幸运 张竹军医生 不用再做疫情记者会 要不然今天 扔包他 今天一定 挡硬 被人问得爆 你还要带吗 不是吧 不用带吧 他们这样也行 不过有些家长 例如都会说 我小朋友打针了 不用怕 因为小朋友都来看七篮 拿着香港的拘棋 很兴奋 所以大家每个人 都好像有自己的标准 立法会议员都出来 狂抽水 例如《铁北辰》这个瘋子 都说 如果未来的小小时间 没有什么爆发 就是七篮 为什么呢 拿他们这班人做实验品 你都在里面 玩到这么狂 那又没有大爆发 如果没有大爆发 没有很严重的 确诊数字上升 就可以放宽到0加0 始终是0加3 就好像 遇到这些国际城市 又要入场 变成我要硬吃 早来到香港三天 但又不能出去吃东西 或者去的范围也有很多限制 三天 在香港有没有这么多东西 行 有没有这么多东西 玩 不是没有 我是不是这么喜欢 如果我真的想来看七篮的话 你叫我行商场 我自己去旅行 旅行行商场 我旅行行商场 商场全世界都差不多了 有什么分别 我都很少行商场 有很多 Sara H&M UG Pandora Cucci 又是港队 是有少少不同的 原来 在这个地方商场是这样的 每个商场设计都不同 有少少特别的意思 有什么好行 我就一样 希望星期二想定如何解释 还有一天时间 对 好 我们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